城区车辆越来越多 交通拥堵如何破解 想必这是每个城市面临的难题 而作为中国的首都 作为中国的政治交通文化等中心 北京正在实施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地铁网络计划 地铁已经成为了城市通勤最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 很好地缓解了地面交通的压力 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为了改变北京的交通现状 北京计划到2020年 完成包括31条线路 560座车站 1000公里在内的世界上最大的地铁交通网络 国外的地铁往往与城市相伴而生 而北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城市的地下管线密布 高大建筑的地基纵横交错 这个北京地下地铁的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 那么中国的建设者该如何完成这项超级工程呢 对于这些地铁里程井喷增长的城市 几十米深的地下 一定都潜伏着城市的穿山甲 地铁顿购机 几家建筑公司 上万名建筑工人 采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 不分昼夜的工作 在北京的地下 至少有上百台顿购机工作 每台顿购机的价格 高达5000万元人民币 这样算下来 每公里地铁平均造价已近10亿元 同时为了避免建造地铁时期 影响地面交通 一种新型的挖掘方式 按挖应援而生 这种方法急速在地下 开挖一个小洞 再逐步搭建 非常实用 只是对于工人朋友来说 有些难熬 这个在国外的许多城市 是要大概近百年的时间 修建的地铁系统 在中国北京 只计划使用10年时间 使建设地铁成了一项超级工程 看完这个视频 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再次约